這是不錯的 因為自己戴電腦 當然相對的也比較可以符合你的需要 那所以特別重要 等一下檢查一下 新增專案 你的最重要是這個 有沒有Coldova 如果沒有 那你就自己再把它像我這邊安裝一下 它會跳出安裝的畫面 你就讓它跑一下 跑完之後也許就安裝完成 那將來你在新增專案的時候 就會看到有Coldova OK 那我們利用Coldova 可以幫我們去做後面的動作 那今天的話 接下來 我們再來看一下有關那個 我們後面的部分 那之前有跟各位講一個 雲端硬碟的空間那個部分 那這個網址 大家還記得吧 以後我們只要上課 相關的補充資料也好 我都會把它放在這個位置 OK 應該這個 還記得吧 上個禮拜的 GOO.GL 這個是 G 這應該是 Q吧 G Q B 4 E J OK 那記得 都是小寫的 沒有大寫 那你把它連進來之後 如果你有登錄Google帳 看到應該是這個畫面 這個 OK 記得以後啦 反正就請各位 把它寫在你的筆記本 或者哪個地方 或者拍照起來也可以啦 因為往後我們上課都會靠它啦 我有些資料放上去 你要抓 請你到這邊上面去抓 我們現在也不會用網方 或者隨身碟分享 現在全部都用雲端作業 OK 第一個 請各位把這個雲端的網址給 這個這個記下來 當然這個 GOO.GL 它有個分析器 所以我也會分析一下 看各位點擊的次數 上個禮拜是最高的 回去的話慢慢 回去還是有一些同學在這上面去抓取 所以上面都有記錄 那相關的東西 台灣 United States 有一個使用者是從美國連進來的 所以會不會網路上也有人看影片 也同時學習 可能性也蠻高的 好 那點擊進來之後的話 第二個是 每一次上課的影片都會放在論壇裡面 所以如果說你假如第一次上課影片 我會寄給各位 但是第二次上課以後 我會放在這個連結 那這個連結就是論壇的位置 將來就是請各位 你如果要看到之後的連 之後的影片的話 那裡面第一個 你要先登錄Google帳號 第二個 他會跳出一個申請論壇成員 如果前面上過我的課同學都知道 然後呢就自己加一下 我未來就會把影片放在這裡面 再來的話 相關的講義會放這裡 那基本上 我們 我是把兩本書的講義放在這邊 不過基本上我們會以這本書當成為主 就是跨平台那本 陳惠安那本書 那今天的話 因為 1到4張是比較前面 尤其1到3張是比較基礎的 裡面就講一些 有關網頁 像HTML5跟CSS 一本概念 那我覺得 比較重要的應該是從第5張吧 第5張裡面的話 也許 各位可以稍微 把第5張稍微開起來 看一下 裡面基本上呢就包含 總共有 5個項目 第一個 JQuery Mobile 什麼叫JQuery Mobile 上個月有跟各位開個頭 實際上 它是從哪邊 左眼變出來 其實JQuery可以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就是JavaScript 那因為早期的JavaScript 實在是 太難用了 因為要寫很多才能做完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可是要寫很多程式 後來 我上個月有講過 有一個年輕人 才22歲 就寫了一個 JQuery的一個函事庫 他把JavaScript變簡單了 很多事情 呼叫他函事庫 一下就做完了 包含你們看到現在很多那種 網路上面的什麼Menu有沒有 點擊下去 Menu自己跳出來 的一些動畫效果 其實後面 都是呼叫JQuery 應該99%應該都是直接呼叫JQuery 少數不能做到的效果 才會自己撰寫 其實JQuery就幫你整合了什麼 HTML5加JavaScript 加CSS3 全部幫你整合 所以在後來 又衍生出一個JQuery Mobile 所以它是在JQuery的基礎上 又再加上Mobile Mobile指的就是 我們的行動裝置 可以在行動裝置很順利的執行 可是特別注意 這些技術呢 都是在網頁的架構之下 也就是它還是個網頁 那未來如果說我將來 需要把JQuery Mobile 變成什麼 變成APP的話 那需要另外一個技術 實際上這中間就需要一個橋樑 那個橋樑 實際上就我們剛剛講的 那個Visual Studio 裡面叫Cordoba 這個Cordoba就是這個橋樑 它可以讓你怎麼樣 去引用 除了說可以幫你把這個畫面 給做得很漂亮之外 將來如果說你需要去 外掛一些東西 比如說要執行什麼 像 你的GPS 或者是你的照相功能等等的 那Cordoba就可以幫上忙 那再來就是說呢 這個東西如果說要把它變成一個APP 那其實我們可以利用那個Visual Studio的功能 幫我們把這些東西打包之後 它就會針對不同的平台 輸出成它要的那個APP做安裝了 那這個我想我們後面再陸陸續 再跟各位做說明 那裡面的話 大概有幾個重點 也許大概就了解一下 至少你要知道說 JK Mobile 到底有講的是什麼 然後行動裝置的瀏覽器 也就是我剛講過 JK Mobile 實際上 它就是一個網頁的架構 只是說 它把原來的網路 就是網頁 把它縮小成在適合手機上面觀看 然後在Mobile 環境 再來的話就是建立有關那個 如果我要開發 JK的開發環境 需要哪一些設定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怎麼去設計 第一個相關的那個JK的 這個程式 諸如此類的 那這個部分我想 各位稍微 把那個第五章部分 稍微了解一下 至少知道一下 什麼叫JK Mobile 這第一個 那後面 因為我們上個禮拜 已經有幫各位 就是我們有一個例子 就是撰寫 第一個這個APP 那第一個APP的話 實際上就是 第六章部分 所以等一下 我們把第五章 稍微 亂過看一下 了解一下 對於JK Mobile 這個東西不陌生之後 再來就是 怎麼去使用這個東西 那上個禮拜 就是有那個切換畫面 比如說你有 一個HOME 然後假設底下 有三個頁面 那你需要在這 總共四個頁面 裡面 去做切換的話 這個你可能需要了解 什麼 多頁面 好 特別是 那如何去做一個多頁面 上個禮拜有講過 你必須 它最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用JK 那個JK 去幫我們完成 然後再來就是說 怎麼樣去讓 這個幾個頁面 之間做一些 就是 就是跳 就是交換畫面的 這些動作 我想各位 稍微把第五章 跟第六章 稍微了解 那待會我們先把 這前面的 這個這個相關的 基本觀念 先跟各位釐清 那這些東西 基本上我把它放在 講義裡面 特別雲端講義裡面 所以等一下請各位 稍微看一下雲端講義 第五章 跟第六章的部分 那其他的話 還有就是說 可能會用到的 相關資源 也在雲端 那請各位先完成 這部分 待會再來看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看一下 那首先的話 這個Mobile 這個 這個到底是什麼 然後它裡面 基本上 還是有版本的問題 它在2010年 推出第一個版本 所以1.1的版本 不過眼鏡到現在 最新的版本 已經到1.45了 那基本上 它的基本架構 是差不多的 只是說有增加了一些東西 所以版本的使用上面 可能也要特別的注意 像那個 Grenweaver裡面 用的 就1.1.0 還是1.1的版本 可是我們 新的書已經到了1.45 所以還是會有一些些差異 但是基本的東西是一樣的 所以這一點也要特別的注意 那這個的話 相關的東西 我想自己稍微 稍微了解一下 那它裡面呢 到底有放哪些東西 針對資源的部分 有哪一些 我想自己稍微再了解一下 那首先的話 當然 為什麼會有這個 Grenweaver產生 其實很簡單 主要就是說 如果你在手機上面 要看到 就是電腦上面 看到的那個網頁的話 它的字一定是非常的小 那當然 你看起來一定會不舒服 所以有什麼方式 其實現在 你會發現 有些網站 已經 比較大 比較大的公司的網站 都會做一個 就是如果你進去的時候 它會去偵測說 你的裝置是哪一種 假如說你的裝置是PC的話 它會用大畫面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 手機進到某一個公司的網站 或者 其實像那個很多電子商務的網站 尤其像什麼PC Home也是 PC Home的那個24小時 你如果用手機進去的話 它會自己幫你改成那個Mobile的版本 所以 那這個背後基本上用的技術 也就是JQuery Mobile 所以這邊的話 我想大概看一下 你會發現它自動會跳 而且可以放大縮小 讓你去調整 那裡面的話呢 大概需要做哪些事情 後面那個有關環境開發的部分 當然這個書裡面有提到 就是說它有一個模擬 那個那個 那個 Opera的模擬器 不過 我自己的習慣 我是沒有另外裝 我乾脆用Chrome來用就好 反正做起來 可以看到 最後的結果 可以用Chrome來做就好 這個這個模擬器我是沒裝 另外還有一個web伺服器 那個書裡面是說 用那個server to go 不過我的習慣我不用說 我會用那個另外一個叫SAMP SAMP就是 它除了說可以架那個靜態的網站之外 也可以怎麼樣 也可以拿來架PHP加MySQL 可能感覺比這個還厲害一點點 所以這個伺服 這個當然都是web伺服器 不過這個server to go的話 恐怕在那個動態網頁上面架 是會比較弱一些些 再來就是下載這個JQuery Mobile 那當然呢 在Visual Studio裡面 它用外掛的形式 可以自動幫你掛進來 不過呢 如果說你要手動去抓 對不對 當然可以 其實關鍵字的話 就是JQuery Mobile 那這個關鍵字 你把它直接輸入到哪裡呢 輸入到Google裡面 假設你今天 輸入到這邊去搜尋好了 你會發現 第一個連結就是 這個JQuery Mobile的官網 那裡面的話 假如你要去下載它的 韓式庫 其實非常簡單 一進來之後 就是JQuery Mobile.com的網站 它這邊有跟你講說 最新的版本 1.45的版本 那底下會跟你講說 JQuery的版本 是1.8 特別注意 它的版本一定會有兩個 一個是底層的是JQuery 再上面一層是JQuery Mobile 所以如果你要把這個完整的 這一個 韓式庫抓下來的話 直接去點擊這個 或者是 或者是download 這邊也都有 把它點擊下來 它就會自動讓你去下載 JQuery Mobile 1.45的韓式庫 不過呢 這個韓式庫 等於是全部都給你了 檔案其實非常大 但是 我們需要的 不用那麼多啦 當然你全部放進來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只是說有些東西根本不需要 它全部都給你 那至於哪些需要 哪些不需要 其實 我有放一個東西在雲端上 基本上其實只要兩個東西就可以了 一個是Scrib 就是裡面是JS 就是一個是JQuery的那個韓式庫 一個是JQuery Mobile的韓式庫 所以基本上你把這個Scrib點開來 或者整個把它下載下來 這裡面的話 基本上 我就把 關於需要的韓式庫 最重要是這個 JQuery 1.8這個 另外的話 一個是JQuery Mobile 1.45這個 主要是 這兩個吧 其他的話呢 當然你沒有裝 好像也不會怎麼樣 OK 其他當然 裝了有時候會用到 你就把它裝起來 大概這個啦 你可以把它直接下載 那放在哪裡呢 其實就放在你的網站的根目屋底下 它就會Walk了 這第一個 Scrib指的是程式部分 另外還有一個CSS CSS裡面的話 基本上就這一些啦 它裡面 就是1.45的相關的 韓式庫裡面 會用到一些 幫你排版 比如說像剛剛畫面裡面 小的畫 就是大的畫面變成小的畫面 怎麼奇怪 它怎麼很快就幫你做完 主要是 它利用CSS 全部幫你做完 你根本不需要去 自己再去做什麼事 所以有兩個東西 這兩個也許將來我們會用到 所以我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那將來如果用到 請各位再把它下載 解到你的根目屋底下就可以 好 那其他的話 還有怎麼去使用這盔 這裡面的話 大概看一下 Opura這個有 你如果要用它的模擬器 這個也還蠻好用的 OK 然後Server to go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Server 當然它裡面有提到說 也有支援PHP 套件 可是我覺得完整性 並不是很高 所以我還是習慣用SAMP 好 那這個是伺服器 也就是將來如果說 你要連結 像手機端 要跟什麼 伺服器端連結 其實就需要一個Server 也許後來後面 我們有機會再來談 去下載 JQuery Mobile裡面的 這個函事庫 那當然 剛剛提到就是說 在那個 就是JQuery Mobile官網裡面 除了可以下載 完整的函事庫之外 我是建議 你們可以從這個網站裡面 得到蠻多訊息的 包含這個API的Documation 就是完整的官方的文件 通通在這裡 那其實坊間的書籍 它就是follow這個來的 我的習慣 有的時候是 前面兩個demo 這個demo 其實你可以去 針對1.45的demo 點擊下去 它會把所有 它這一個 函事庫裡面 的基本元件 可以做出來 什麼樣子 全部都幫你整理好 我覺得這個網站 設計非常好 像Button 有沒有 按鈕 對不對 你可以把它點擊進去 那比如說 你希望做出像這樣的 這樣的按鈕怎麼做的 底下有個view 什麼view sauce 它把程式碼通通給你的 也就是說 將來 你要參考的話 甚至可以把程式碼貼上 貼到哪裡 貼到你要放的位置上去 就可以了 底下還有 這些 還有這個怎麼做的 viewsauce 就知道了 有沒有這邊 往下 這邊可以把它折起來 OK 然後往下 那其他還有這些 比如說 如果你希望按鈕裡面 沒有文字 只有小說圖 怎麼做 其實這邊也有 OK 然後還有就是變顏色 singling 這個就是 背後的顏色 怎麼去做變更 諸如此類的 這個是有 還有那個 按鈕的位置 有沒有按鈕的圖示的位置 左邊 右邊 那如果你要想要知道的話 有沒有 你把它viewsauce一下 他會跟你講說 你怎麼去做相關的設定 那其他的話 還有按鈕 假設說 他不是整個 蓋滿整個畫面 如果你只要小圖的話 可以怎麼做 這邊都有 除了說button之外 其他還有像常用的 像比如說 這個地方 這個icon 這邊有講 裡面有哪些icon 你又把它點擊下去 裡面也會有一些相關的說明 非常的多 所以有時候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 再把它點擊開來 裡面就有相關的 比如說 你如果今天要 哪一種按鈕 哪一個icon 這邊都有一個名稱 讓你知道 將來這些icon 都非常好用 我們可以拿這個icon 去做很多事情 OK 這邊的話 請各位 可以先把那個第五章的部分 稍微了解 了解一下 有關JQuery Mobile 裡面到底能幫我們做什麼事情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待會的話 我們就再來看那個 第六章部分 有關那個多頁面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開始來使用JQuery Mobile 那其實因為JQuery Mobile 假如說你要手動的方式來做 其實還蠻麻煩的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會需要一個整合的一個工具 那這個整合工具的話 基本上就上個禮拜講的 也許可以先從那個JQuery Mobile 開始講起 了解一下